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算是完整地经历过中国股权投资最重要的几个十年 那么他如何来看待接下来股权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他如何来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的投资风口 在请出他之前 我们首先还是认识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特约观察员 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的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复旦大学创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晶云博士 欢迎孙博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孙晶云博士 复旦青年创业家教育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孙博士 今天您见到我们这位嘉宾 您最想跟他聊什么样的话题 那我其实今天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想请教卓总在现在这个时点 到底咱们的资金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偏好怎么样的 对于创业者来讲 他们在获得这些资金的时候 如何让这个供给和需求能够有更好的结合 那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业务专家 杨诚信先生 欢迎您 大家好 杨先生 从您的脚里面想聊点什么 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怎么去找寻一个好的PE公司 VC公司 怎么去找到一个好的项目 怎么去判断哪些公司应该会存活下来 哪些公司可能会被炒泪掉 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地方 OK 好 那带着这些问题 让我们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原新资本董事长 管理合伙人 纪元资本 投资合伙人 卓福明先生 有请 卓福明 原新资本董事长 管理合伙人 纪元资本 投资合伙人 1987年起 在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任职 是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暂行规定的起草组成员 1995年起 先后担任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CEO 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直接参与组织上海实业在香港上市 2002年后 转身月入创投 投资出了一批明星企业 例如携程 微创医疗 展讯通信 冠号生物 安科瑞电器 新通联 每年大健康 不偿制药 中池水雾等 从2008年起 连续八年 列入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保单 你好 又见面了 欢迎又见面了 太潮了 一次比一次潮 我画画的嘛 我画画的嘛 你看 说到这儿啊 还记得吗 上次您送给我们的这幅画 对 您的这个颜色和这个画 很搭 简直是非常的一致 很搭 很搭 对对对 我特别的感受啊 就是说我觉得 每次见您的时候 都让我觉得您变得更年轻了 我喜欢旅游 喜欢画画 音乐 摄影 全套 所以这样你的生活会非常的丰富 你的精神状态 永远保持一种亢奋 活力 所以其实一个好的投资人 并不是只是关注在算术上 对 他要对这个世界保持完全的敞开 对 跟这个世界连接 什么都行 跟这个世界拥抱 特别是跟创业者拥抱 您说过 接下来是中国股权投资的黄金十年 新十年 新十年 对 老的十年 又已经过了老的十年 对 新的十年 而且您对未来的十年 有非常乐观的判断 所以今天我们聊思想 再次欢迎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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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其实我在介绍卓总的时候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以前每次介绍您 是纪元资本的合伙人 但今天呢 前面多了两个title 元新资本的董事长和管理合伙人 那现在元新资本 它的一个规模 包括它的周期 以及它要主投的一个方向 现在我们整个这个人民币 我纯人民币嘛 我们现在是三十一个亿 那么这一期基金呢 我们融了十五个亿 基本上都基金尾声了 我们是去年九月份 已经投了 到现在已经投了四个项目了 可能在两年里面 我们有可能四个项目 有三个项目 会通过IPO 这个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 这个呢是原新呢 是这一期的基金 主要是expansion 就扩张期的 里面有一部分 是比较成熟的项目 用另外一个说法 我就要 一个让我投完以后 幸福地能够睡个安稳觉的项目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呢 投完以后 让我幸福地 睡不着觉的项目 睡不着觉的 我觉得它特别能够贴近 一般的个人客户 听得懂的语言 它很善于归纳总结 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这两类项目呢 我有一个配比 这是我的基金 60%让我能够幸福地 睡个安稳觉 40%呢 让我幸福地睡不着觉 那幸福地睡不着觉什么呢 就是它创新意识非常强 它的门槛比较高 技术含量非常好 那我们一看就 特别特别喜欢它 但是也许不太成熟 所以时间会比较久 就会久一点 可能比较偏向在VC的领域 VC领域 对对对 我经常说法 你们有九条命 要九条命 全部完完 你这个公司才会垮台 那那个40%会不会说 它的投资的金额 就明显比那60% 要小很多 小不少 小不少 但是呢 我们一般的做法上面呢 就要 因为比较早期那些项目呢 基本上 基本上比如说 我投你一千万 两千万 但是呢 后面一定会一个reserve 比如说它后面一轮 A轮轮完了以后 做B轮了 做C轮了 希望就按照比例 虽然说可能对于那些 让您兴奋的这些项目 可能从每一轮来说 您这个allocate的资金 不算特别大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一些 稍微早期一点项目 哎呦 我看得挺好 但是呢 需要看到一段时间 执行 要观察一段时间 观察一段时间 那怎么做呢 我就先放个几百万 OK 入门 拿一个入场票 拿完以后呢 看一段时间 哎 不错了 我们叫Double Down OK 再往里面加码 这个就是一般的做法 很酷 那您刚才说到的 因为从去年开始 已经投了这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都算是 能让您睡安稳的项目 对 因为我马上都要报财了 我就不能披露名字了 有一个呢 是中国非常大的 可以说最大的医疗器杰的 一个公司 医疗机型 医疗机型 医疗领域的 一年的利润 可能是几个亿吧 另外有一家呢 也是做线上线下 做这个我们的房地产 这个服务的 做得相当不错 另外一家呢 是做跟食品安全相关的 一个项目 一年也有几千万的利润 都相当不错 那么我四个项目 差不多三个是这种 对吧 另外还有一个呢 我们估计需要 培养三到五年 是什么呢 就医疗服务 这家呢 也是我们因为 对外都公布了嘛 叫崔玉涛 北京的一个 这个人是儿童保健 医疗服务方面的 大拿 大卡 人称叫崔神 很多年轻妈妈 都是把他真的不能省了 他拉了一支队伍出来 做线上线下 帮助那些妈妈 年轻的妈妈 那我就不好奇 因为像您刚才说的 因为您这个既有PE 也有VC 而且呢 不同的领域的这些跨度 您一般都怎么去找项目 我觉得我现在不是项目 找不到 我项目太多 太多 来多着来找您 我个人 我自己的邮箱 平均一天三份 商业计划处 一年我一千多份 一年一千多份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 将近要三千份 真正我们有兴趣的 也就一两百个 一两百个真正做 竞争调查的 三四十个 最后就投十个 我替创业者问一个问题 您看就是说 给投资人发邮件这件事情 靠谱吗 对于大多数创业者 融资都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功课 那么诚如主持人刘叶所说 直接向知名投资人 发邮件自建自己的项目 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 卓富民又是怎么认为的 中国经营者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我们本期的嘉宾是 原型资本董事长 管理合伙人 纪原资本投资合伙人 卓福民先生 在刚刚的节目里 卓先生形象地 阐述了他的投资心得 指头让他能够安稳睡觉 和让他兴奋地 睡不着觉的项目 并力取了原型资本 近年来投资的重要项目 那么作为一名资深的投资人 他又会怎么选项目 对于创业者 他又有哪些忠告呢 我替创业者问一个问题 您看就是说 给投资人发邮件 这件事情 靠谱吗 我认为是靠谱的 但是要避免几个事 第一条 千万不要 一下子 凡甚至是大拿 大卡 上面很多人 20个人 30个人 普遍发一遍 我告诉你 基本上没有机会了 你这本人全部都发 我相信我那些朋友 包括炎炎 肯林是类似的 修小哥 什么 他们都看到了 许小平都看到了 那我说明还要看呢 你自己都不在乎 你让我怎么在乎 第二呢 你发哪一些 要跟你匹配 你要了解 将来成为你的投资人的人 就是我们讲结婚 不叫结婚 至少要谈一段恋爱 对 我今天的说法就是说 创业者有相当一个卫星 是 他要升上天空 升上太空 走路轨道 他要火箭把它做推 对 那么我们这些呢 投资呢就是推力 一级火箭 一人融资 二级火箭 两人融资 最后把你推上资本市场轨道 你自由豪强 上东方红来 我就走了 举例 它是火箭的推进器 然后呢 投的企业是卫星 这些很生动的一些比拟 可以让大家很理解 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个特色 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强项 所以你必须找 跟你合适的 比如说我是早期的 那就要找像徐晓平一样 你找那些很大 规模非常大的 基本上是深深大海 因为他不看这个项目 对 所以你这个阶段很重要 是哪一个阶段 基金我们都有分工的 第二个呢 每一家基金的偏好不一样 是 他懂得 专业领域是不同的 对 你如果说 你是做一个什么 泛娱乐的 去找到一个是 专门投健康医疗 他就根本不懂的 第三呢 就是看 对方这个合伙 因为比较有名的基金啊 这些合伙人 我们一般都从台后 走到台前 把我们一些理念告诉大家了 比较公开 比较透明的 你觉得 跟你的气场 是不是相同 愿意不愿意 跟他交朋友 愿意了 才行 这三条 如果你做好了 机会基本上有了 当然 非常重要 你这个 B-City Plan 我真的讲就是说 你花里胡销的 那个BP的 PPT里面 哪些是 可以的 适宜的 哪些是不适宜的 商业计划书 它是一个载体 它是要有内容的 这个内容代表了很多东西 代表你对市场的理解 顾客的理解 自身的理解 模式的理解 竞争对手的理解 大概有四到五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我上来就看见行业空间 一大不一小 一大不一小 小了就没意思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是讲这个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 一特不一贫 要特别 要特别 特殊 跟别人不一样 第三呢 我就讲的是 盈利预测 一时不一须 我看到过太多太多 非常狂妄的人 一讲 我就把谁颠覆了 一讲成为下一个马云 一讲颠覆BAT 而且很多都是 师傅算得非常精确 到了几块钱 我真正佩服你 你怎么算出来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些呢 我认为盈利预测这方面 一定要非常的当心 第四条呢 就是团队 团队 管理团队 一拒不一伞 就是说 你不要把一大堆的人 只要人家有名头 有名气 有品牌 全部弄上来 我经常看到 这个院士 那个院士 全部放弃了 后来我说 这一院士会 到你的full time上班吗 不会 充其让一个顾问 那你放那么多干嘛呢 一大堆的这些人 你最实识在这的几人 是谁 是不是full time 是不是全力以赴 甚至是说 我把房子卖掉 把车卖掉 我就全境全意 不成功变成了 我就扎在里面 干这个事 这种故事 比较容易打动我们 但是团队里面 所谓巨和散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核心人物 我们说法叫灵魂人物 是 你想 阿里巴巴离开马云 腾学离开马化腾 不可能 一定有个核心 有个灵魂人物 我不知道就是 对卓总来讲 您在选项目的时候 您的这个投资逻辑 是有哪些行业的 这个专注或者是关注点 为创业者提供一部 融资指南的卓富明先生 对于投资人 又有哪些建言 他又将分享 怎样的投资心法 中国经营者 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我们本期的嘉宾 是原新资本董事长 管理合伙人 纪原资本投资合伙人 卓福明先生 在刚刚的节目里 卓先生为创业者提出了 制作商业计划书 与寻找投资人的建议 那么从投资人角度 他又有哪些经验传授 从行业来说 我自己个人认为 而且特别我们基金的偏好 是三个行业 三个行业 三个行业 第一个行业 健康医疗 这是大健康范畴内的 30年 永远清晨长长 是一个长周期的产业 对 第二个产业 我认为就是跟互联网相关的 我给它一个名称叫物联网 我给它一个说法 叫传统互联网 out 因为1.0版是PC互联网 2.0版是移动互联 3.0版就是物联网 万物互联 这个机会极大极大 而这个行业 我判断在未来实力 它的发展 是现在移动互联网 整个行业空间的十倍以上 甚至我可能 我还保守一点 有的人跟我讲 是百倍 这个行业里面像大家现在讲到了 因为很多大家认为 未来这么多年 会不会发生 某些 我们认为像黑天鹅事件 我告诉你 黑天鹅事件 绝对是一个 大概率事件 以后不是黑天鹅 叫黑天鹅胡 整个一个胡 全部黑天鹅 全是黑天鹅胡 你比如说 大家讲到的阿发购 我请一个专家了解了一下 他告诉我 他说 人的一生 学习为奇 终结一生 三万盘 而阿发购一个晚上 复盘 一百万盘 你怎么比 我们的科技 门槛就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到了某一个种爆发点 有的那种说法就叫起点临近 第三块我认为 人均GDP到了一万美金 我一万美金还不到一点 精神消费 它会有一个拐点 是一个突破线的增长 所以跟玩 跟懒人经济 跟宅男宅女 娱乐相关 娱乐相关的 要开心嘛 要happy嘛 这个行业 快乐经济 快乐经济 这个快乐经济就叫范娱乐 以IP为核心 整个一个生态链 能够把它连在一起的 这个行业 机会无穷 但是这个行业 不叫爆发产业 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常为产业 非常好 三个模块的组合 非常好 健康加效率加快乐 这样子听起来 似乎您的投资的一些行业 比较围绕在 目前的生活和未来的一些生活的 一些机会上面 你说我记得之前 好像在媒体上也看到过 您的什么三个门 还是什么的 两个门 两个门 是 您怎么去选择这些企业 我觉得我简单来讲 就是大门 小门和人 大门就是赛道 对吧 那赛道你一定要宽 你不宽的话 肯定不行的 就这个小门怎么来看 我们经常是这么来 就是说 看它在整个这个领域里面 是不是前几位的 一般我们看这个行业 我们投资一个逻辑 投资有个亮点 把整个逻辑全部搞清楚 最有机会是哪几个行业 哪几块 那么当然最重要是人 特别是早期的投资 可能主要看人 中期的投资 主要是看商业模式 晚期的投资 就看财务指标 另外一个 从创业者本身来说 我们希望的一些创业者 他具有的基因 什么基因 第一味道 纯性度 讲到最近这个网上的 一句特别流行的流行语 然后说这个 你看一个人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颜值 对我们投资人而言 可能打的分数 打的比较低 因为颜值一高 他很多人会非常有自信 他讲的时候 有可能 某些跨大的成分 要比别人会多一点 我特别喜欢那种 出生很苦 从低层走起来 但是他是一路走过 他可以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甚至他的学历可能不太高 但是从基层做起来 他对基层 整个这个行业 某些细分的领域 这些痛点非常清楚 有一种梦 要把它实现 这种我特别看好 我认为有机会 实际上是说 你得是一个 踏踏实实务实的人 那这样的话 可能投资人和投资者之间 才能够充分建立起信任 您一开始 按照刚才讲的这些标准 是吧 然后又要诚实 然后又要有人生的阅历 然后又能够吃苦耐劳 又能够学习 这些品质 我一开始讲都挺好 对 完了您就支持他了 完了他有钱变坏了 对 那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一般的创业家 创业者 他有两种情况下 死得很快 第一种是没钱的时候 撑不下去资金断了 对 第二种情况是有钱的时候 有钱的时候 特别是有更多钱的时候 对 你钱给他太多 他不争钱 那么钱来太容易了 是 然后就是 这个钱放在这里干嘛 又不能理财 这个投资店 那个投资店 以为都能干 其他啥都不能干 要给他一些适当的饥饿感 永远对目标有不断的追寻 吃的太饱就没有动力 对 我们经常交流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说法 我说我们建议你们去农资的时候 叫走小步不停步 当然我们会预判半年 一年以后 当然什么情况 我现在给你这么一个估值 但是一般来说 总共要低一点嘛 不会太高 如果低一点的话 当你完成了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的估值会上去 但是你一下子拿那么多钱 一下子用不掉那么多钱 你的估值就低了嘛 低的话 相对来说 你的比例 你创业者 你控制的比例就减少很多 是 吸收了很多 周总 您说 这是一个黑天鹅的时代 接下来可能是个黑天鹅糊的时代 对 那么接下来 这个对于股权投资的黄金十年 有哪些可能出现的黑天鹅 会对这黄金十年产生影响 实际上我现在看得到 是未来的在我们整个创投圈 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三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基金 中国现在是一万多亿美金的 规模 股权的一个楞角金额 但是我们多少家在管理呢 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现在登记备案的 一万七千家 那么看美国 美国现在管了六万亿美金 多少家呢 三千多家 所以它一定行业里面会有一个集中 行业会整合洗牌 整合洗牌 所以优胜劣汰是未来的几年里面 这个行业大浪套杀会发生的一个事情 像它这样子有经验的 然后呢 有情怀有专业能力的投资者 我们想应该是比较容易坚持到最后面 第二个呢 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的体系 会从原来的自下而上变成顶层色气 自上而下成体系成系统 第三呢 我们会从一国创新 或者叫闭门创新 发展到全球的联合创新 比如举例子来说 我们这种全球联合创新 深圳 我曾经参加一个大会 整整做一天 从头听到尾 讲项目 项目两部分 一部分深圳项目 一部分是硅谷来的项目 在深圳咖啡馆里面 在谈的一个项目 很可能第二天第三天 在硅谷那边 同样的构思 他们也在开始做了 还有现在硅谷有很好的一个创意 要做一个硬件 但是在硅谷这个硬件的配套 可能还不如中国 在深圳 可能下个礼拜就下线了 这种是没有时差的 全球联合创新 将来是中国 真正走向创新时代 我们只要不封闭 我们开放的心态 中国人那么聪明 那么清楚 一定会有机会 特别相信这个 再次感谢卓总 要感谢孙博士 感谢杨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上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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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